正好 何欢宗主 对我乃何欢宗宗主 现在都开始叫我何欢宗宗宗主了 帮我把直播分享一下 就让我小号多播一会是吧 行可以 小号们就是对于你来 你们来说我们开心的可以录刀了呀 对了 大号不能录刀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现在没有你一直有链接的呀 不然我怎么录刀呢 小号一直有链接的 不然怎么录刀呢 录刀肯定被封的呀 对吧 帮我把那个直播分享到我那个三个 粉丝群里面去啊 主要是为了看刀是吧 看得到开心点的 就省去了自己花钱买的 普遍来说哪个刃脚更大一件 青铜 青铜 青铜剑很难去开极右风呢 极右风它是要付出代价跟风险的 完全没有必要 好吧 这点大家要注意 就我看到的青铜剑的刃口 基本上都 因为青铜剑它本身一定要做的 肯定是做的比铁剑 或者钢剑是更加厚的 那么厚的话 它的风刃一定不会开的很薄 或者说刃脚它不会很小 这点大家要注意啊 对开小号了可以看到 不是已经把刀拿出来了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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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号呢他因为是商业好所以他妈上人就会上的很慢 没拨出去 什么叫没拨出去 因为小号他这种商业好上上人是非常慢的 所以我有时候为什么不愿意用小号拨 知道吧 所以你们多给我点点赞 多给我把直播间分享一下 好吧 人要慢慢上 就所以这种机制我就蛮讨厌 那非得要是要你要卖东西 要有很多的流量 对吧 要才能要卖出来很多东西 他才会给你身上 就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的 他可能要过一阵子 要过一会 可以加入何万宗可以加入何万宗 可以加入可以加入 就反正哎呀就是这种商业好他你打比方我一直不卖东西他就不会给流量 对吧 他不会给你推流的 所以就靠你们手动给我推推流吧 好吧 然后反正们我尽量去满足你们的要求给你们看看刀吗 好吧 最近玩这个玩的比较多啊 玩这个比较玩的比较多 短刀还是好玩啊 因为他为什么呢 长刀他 长刀他拿到手里会比较累 你知道吧 你是人机是吧 这个手感就非常好 对给我点点灯牌 这就是你看你们老让我用小浩波 为什么不是不愿意用小浩波 因为他不给流量 他不给流量了 对吧 对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光泽你就知道不是那种工业气量 非常坚硬 你看指甲刮上去事情都没有 有没有 对今天能看到不是把刀拿拿出来了吗 对吧 这只短刀就非常金了 这只短刀就非常金了 然后也会配这样一个小饼 也会配这样一个小饼 然后所以这个孔是拿来干什么的 就是 插这样的小饼的 这种短的实战怎么用 短刀怎么用 拿出来以后 一般这个是处在一个什么近战 你在室内 非常狭小的情况之下 你方便抽长刀吗 是不方便 或者他他可以作为一个左手的副武器 对吧 用来进行隔打 或者也可以调转到右手去 左手拿长刀都可以 小饼是干嘛的 你的生活用刀啊 你生活不要用刀吗 还有人会问小饼是拿来干嘛的 你生活 你要生活吗 你要不要生活 对吧 你要不要生活 是不是 你总不可能说 削个纸 切个木头 或者 你要去吃肉或者干嘛 你就 饼反为啥都是朝着刀背啊 我没有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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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道饼反 可以 一起做 赶紧 那 你 很像 什么 那 我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买盒烟 我买盒烟 青铜键厚还是铁键厚 来 说一下 青铜键厚还是铁键厚 哪个厚 这跟宽度有什么关系啊 你有上手锅食物吗 铁键厚 你们以后怎么办哦 青铜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厚啊 青铜为什么要做厚 你要对比一下 同样宽度东西 青铜的厚度吗 要不要对比 要不要 这个脑水 你为什么要做成铁的呀 你为什么要做成钢的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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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材料问题是吧 那青铜差在哪里啊 它必须要做得更厚啊 如果青铜做得比铁薄 那还要铁干什么呢 直接用青铜好了呀 直接用青铜好了啊 青铜也许会做得更宽 但是青铜是怎么出来的 青铜是铸造 铸造出来的 它的韧脚是这种样子的 它铁键会更加跟宽度宽后比 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麻烦你去博物馆看一下食物 或者去买两只 青铜你不能买的话 青铜你不能买的话 可以买两只焊铁剑 我把整体的薄度给你都都可以 你去看一看我大号的视频 好吧 你刚刚进我直播间是吧 去看一看我大号的视频 好吗 山川老师 山川 山川是我小兄弟 好吧 好不好啊 山川是我的小朋友 好吧 我青铜剑都不知道上手过多少了 大哥啊 不要在这边死酱嘴啊 你对比一两只有个屁用啊 所以我让你去博物馆呢 每天都会遇到这种 量呢 你的量呢 把量拿出来了呀 拿一只 两只过来比 头痛 小朋友 脑子不要死板 好吧 好不好 脑子不要刚死 好吧 没有一般 第一个啊 你们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会提出中国的刀剑 刃脚也好 长度也好 他一定会满足某个标准 谁告诉你的 你多高啊 中国有多大 翻证有多少 翻证有多少 会全部一样的 那个时候还有工业化标准的 什么叫一般啊 还有一般的 我什么尺寸的 我都见到过的 什么奇霸剑 我都见到过 你们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 妄图对中国兵器 总结出来一个 特别明显的标准 你们竟然会提出标准的想法 工业革命啊 工业革命啊 不这样说 你们看吗 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对谁说的 是对我们说的吗 不不不不不 是对你们 你们是谁啊 你们是谁呢 兄弟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们是谁 你们是小白 是年轻人 是玩不起实物的 没有办法玩实物的 跟你们说太细有用吗 什么叫普及教育啊 什么叫普及教育 普及教育说的太 需要那么深吗 你就好像 按照道理来说 绝对的说法是不应该给的 但是 我问你 你看着我啊 人有没有会从飞机上面跳下来 没有就是不带降落伞 没有死的 有的呀 不要去揪这种形式 你很在意这种东西是吗 你是不是很在意这种小数据 当你在意这种小数据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蠢了 为什么你不去在意这种小数据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在乎 不要做 不要做钻牛角尖的形式党 这样 就是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极为愚蠢 好吧 好吧 为什么在意他说的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是为了要去怼他吗 还是要怎么样 是为了要 要去怼他吗 还是要怎么样 你们是要 从我这里要拿出某种结论 你看大同说了 所以你说的对 或者你说的错 是要这样吗 你自己的意志呢 你自己的意志呢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教你怎么做好吗 想听吗 想听吗 想不想听 他在B站不算权威 你别搞错了 好吗 你把山川拖过来 山川也不会说自己是权威的 对谁来说是权威 对你我还是其他人 好吧 对谁呢 山川才多大 好吧 好不好 别做蠢事 好吗 我都不说我自己算权威 别做蠢事 别做蠢事 好吗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要反驳他人的观点 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钱给我掏出来 去买两只青铜 一只还不够 买几只青铜 买几只 汉代的铁键或者钢键 或者多参加参加 你如果不能买的话 多参加参加线下的活动 因为会有大量的食物摆在那边 那个时候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光着盯着数据 或者某个人的视频 某个人的说法 鸡毛用啊 乱用都没有好吧 这样明白了 好吧 这样知道了吗 不允许给我光看书面数据 不允许给我光看某个人说的 知道了吗 脑子稍微火烦一点 好吧 脑子稍微火烦一点 好吧 什么人适合玩刀剑 有钱的 没有钱的就不可以 简单吗 因为刀剑 它本身不是适合你日常玩乐型的 它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 好吗 好不好 它对你的生活没有帮助 不会 商业号不会每天有流的 所以现在你们知道 为什么让我不小号拨 不小号拨 现在知道了 那不就我日常的鞠合刀吗 那不就我日常的鞠合刀吗 就我我就是年年轻人啊 年轻人喜欢这个就是顶针没关系 内外壶怎么分 这是什么壶 这是什么壶 微微一点点像里面看到没有 微微一点点像里面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壶 这个叫内壶啊 朝内啊 日本刀这种往上撬的 腰外壶 好吧 鼻子不就弯了吗 等一下 我找一下我那只送刀 随便拔一只吧 这个是不是往这边玩 刚刚那只汉环手是不是往里面玩 这样明白了 这样明白了吗 直刀和内壶外壶有啥不一样特点 没特点 没有特点 首先 你再敢多说一句啊 我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 你再敢 你还敢再多说一句吗 你敢吗 敢的话你试试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别在我这边凑点言论 到人家那边去说 你有种啊 现在你有种再说一次 你有种的话你就再说一次 好吧 你敢吗 敢的话你就再说一次呗 或者你去问问其他人认不认识我 知不知道我的脾气 好吧 简单吗 你挑错人了兄弟 你挑错人了 不应该选我的 我是这个圈子里面最难说话的人之一了 好吗 脾气最差 好吧 OK 我是这个里面最难说话 脾气最差 最不讲道理的人 简单吗 好吧 你看你问的像问问题 小朋友 B站我也混过的 你想干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出来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 好吗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照做 让你说什么 就照说就可以了 不允许有其他任何意见 好吗 你还蛮有肿的 踢出去了 拉黑 永久 好吗 没关系是吧 我来踢 你看 我有咽唇症的 是吧 咽唇症真的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今天举把剃刀吧 好吧 这样会不会帅一点 这样会不会帅一点 其实这个长度的剃刀 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 我个人认为还可以 不会 不可能手不稳 可以开反刃 有开反刃的剃刀的 有开反刃的剃刀的 有的 但其实这个长度 哪怕不上肠肝 这个长度也是能用的 这个长度也是能用的 好吧 这个长度也能用 它背面是慢慢的薄上去的 中间薄了一段 前面很厚 前面会非常厚 它其实的肝子 应该差不多 伸起来有这么长 白衣刀不就是 不不不 你说白衣刀那个剃刀是吧 没错 我就不用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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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都会被自己割刀了 我他别别混 对白衣刀那个 可能圆 那个视频里面 可能还会比这个 要稍微小一点 对 剃刀会有点像雁灵刀的 剃刀会有一点像雁灵刀 是的 你们帮我把三个群里面都分享了吗 宋朝断刀 技术真的有唐刀好吗 有没有可能 这样啊 兄弟 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道理给你听听 好吗 你有见过什么时代 就是光科技啊 后朝比前朝差的 你见过吗 后朝比前朝差的 你见过吗 没有的 科技一定只会进步 不会退步的 好吗 这样明白了吗 好吗 就好像后代一定比前代强 不可能比前代弱的 好吗 还没关系 没事没事没事 大可不批 大可不批 你再多播一会儿 宋朝比唐朝强们 当然 当然 隔了多少年了 兄弟 隔了多少年了 我们现在比五十年前强吗 我们现在比五十年前强吗 是不是强 为什么会强 为什么不能比五十年前更弱呢 很简单的道理 历史的车轮是向前的 对 没传下来就是没价值 没传下来就是没价值 他都没传下来 如果他如此宝贵 哪个统治者会放到过门啊 雷神 雷神什么时候用过刀的 哪个雷神 哪个雷神 跟他跟没剪刀长得不太一样 不好证明 无法证明 怎么证明呢 我没玩过眼神 好吧 不存在 不存在 你想想看 有一种刀会叫白银刀吗 就是人会 就是古人会起 起这种蠢的名字吗 怎么可能啊 古人脑子正常的呀 好吧 古人脑水正常的 好不好 什么叫燕铃刀 大鱼横刀 这个大鱼的 表示是什么意思 你指尺寸还是什么东西 你指尺寸还是指什么 这个大鱼的符号指的是 没啊 实际上 不好这么说 不好这么说 首先 清代 明清 刀制 有多少种 明清有没有指刀 明清有没有指刀 有的呀 明清有没有类似唐恨刀 这种刀型 有的呀 你们为什么会认为 就是 一个大朝代 只有一种刀 宋剑 单手剑 护手是圆盘吗 什么样子都有 宋朝是一个什么朝代 也是一个大朝代吧 月牙 圆盘 不都有吗 可以 可以 可以过来找我 就你们时常会认为 一个朝代 只有一样 就所有东西都是统一的 都长一样 不可能有其他样子的 是吧 对吧 对 宋不算大一统王朝 有什么门槛要求 没有 脑子正常就行 好吧 我对你们要求极低 只要脑水正常 好吧 对 有八型剃刀 有进行剃刀 有大尺寸 有小尺寸 请吃饭 他们 谁到我这来 没吃过 对不对 我闻科生 今天流量确实不好 剃刀相当于什么知道吗 MP5 MP5是来来干嘛的 城内作战 它是用来在城市内 因为你城市内 你拿一杆枪 是不是也不方便 那为什么女人 森兵 他不喜欢用剃刀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喜欢用剃刀 女人小啊 你拿跟男人一样的刀 怎么跟男人打 但是拿一个这个 常赶的 是不是就 把这个优势 这个劣势 能够慢慢的 弥补回来 是不是 对 小号没流量 是不是没流量 干子套了吗 合适吗 日本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不会运干子回来的 干子非常难 干子非常难运 对 剃刀 干子太长了 那我换号 我换号不 不到十二点钟 给你们换号 好吧 好吧 再播过六分钟 给你们换号吧 好吧 没什么人 推荐完现在一刀 可以 可以 对 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要干子 回来自己上一个 不就好了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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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拿筷子 削了个木丁 自己拿筷子 削了个木丁 就基本上 你只要 卸下来 对吧 就能看到 明文 三本中明 对吧 可以做理器 也可以做刑剧 现在要 拉你出去 处决 叫个人 拿那个东西 砸你头来 处决你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理器可不可以 可以啊 金瓜武士呢 对吧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但是他的主要 主要是拿来干嘛的 二刀四斗不太实用 你们都都练不了 因为你们的智 不能说智商 天赋不够 你们左右手 那么协调的 左右脑 那么协调的 我都不练双持 为什么不练双持 没这个天分 你们身体协调性这么好的 什么运动员 网上一千多刀能买啊 当然不能了 你相当于我直播间五百块紫砂户能不能买 你说能不能买 无论你在哪个直播间买到的哪种五百块钱紫砂户 都不可能是冤枉紫砂啊 十分子 双手带打对抗 不推荐 其实 其实这个 两杆短的也 也好用 两杆短的也好用 这个属于常常规尺寸啊 正常尺寸啊 裂装型正常尺寸 裂装型正常尺寸 好吧 长 枪头没有太大 没有 这是保存杆 它是需要 你看这里有个木钉是不是 把它拆出来会装到圆杆上去 你不要晃杆子嘛 你以为枪头就没有像日本刀一样的白木存 去保存 有的呀 有的呀 玩爪刀是不是很难评啊 什么叫很难评 我没听懂 对 北洛师门就是石文字 对 柄是掏空的呀 这东西是可以拿出来的呀 外面为什么要用贵金属做骨朵的理由 是什么 你从哪边看到过的 中国为什么很少用杀 为什么很少 你从哪里得到了 中国很少用杀 就说完了 你们在说出结论之前 为什么 就是 这个 这个结论送哪里得 兄弟 这种长度进去 你放心好了 你一定死了 好不好 你一定死了 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 这种长度 你进去 一定卡了 好吧 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要戳进去那么多 人才会死 不会的 哦 不会的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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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腔 腔 煞 朔 书 皮 不都有的吗 你非要做 可以呀 但是这种东西属于什么 个例 所以以后你们跟人家讨论的时候 说 就是说 一次两次 一个两个的东西 哎呦 这种个例 为什么会提出个例呀 个例是完全不需要被列入参考的 知道吗 我不是我设计 我就帮他们改改的 我不改吗 这个做这个样子 我实在也看不过去 煞和三斤两人刀好像完全不一样 好吧 完全不一样 煞怎么会跟三斤两人刀像呢 完全不像 你买来干嘛 你打对抗吗 买来干嘛呢 这不是问你们吗 你们想买 你就去买 好吧 我不做 我不做任何评价 好吧 二狼神的那种三斤两人刀 是一造兵器 但是有没有三斤两人刀 有 明朝皇帝刀剑 你见过多少个款式 那谁他妈记得清啊 不推荐你们买 三万块 你掏 三万块你掏 这个 好几万 这不是无名枪 这个刀头怎么拔出来 我没听懂 你说枪头吗 你说枪头吗 他有一根镜插在里面 大家看到这个木钉没有 把这个销钉拔出来以后 这个东西就能出来了 好吧 等我这根银抽完 对 这是丁啊 有名啊 有名带阵啊 不是那种垃圾枪啊 而且你们看一下 我把我把它切到前面去 看看前面中间凸起的枪戟部分 有什么枪戟部分还有烧刃 对吧 这只烧特别特别 所以他在枪里面是比较贵的 状态非常好 没有任何的这种 一般枪上面能看到的瑕疵 因为枪一般做的 不会有那么认真 会出现什么大量的 夹灰啊 断割之类的东西 你看我这枪有吗 没有的 没有的 你看不到任何夹灰 断割 杀眼都没有 多少开刃的 我没听懂 什么多少开刃的 我没有听懂这个话题 不开刃的是刀吗 就世界上没有不开刃的刀剑 不开刃的 只要他没有研磨 他就是玩具 玩具 玩具 我这么大人了 我在冷兵器穿混了十几年 总不可能就玩玩具吧 一把刀剑研磨都没有 那他为什么好刀吗 就好像一块预料 对吧 你那块预料如果很烂的话 你会找高手去叼吗 不可能啊 下策也是有人的 他烧刃的地方 你看 只要带到这边 有白色的一条的 有附土烧刃的地方 全部是有刃的 好吧 开刃角度一般有多少 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什么叫一般 你不要去问这种 开刃角度这种傻问题 我不是coser啊 好吧 我不是coser 就是他任何一个刃面 包括这边 下面 上面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刃的 不过竟小偷 小偷竟然偷什么呢 有没有只开反人的刀 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公开反人 前面没有人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的意义是什么 蓝小偷我会开心死的 蓝小偷 我会非常开心